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国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 42岁的洪秀泉原本可以在奢华的天王宫殿里 继续享受他的荣华富贵 可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 天津事变这一销强之祸 恰在这个时候不合时宜的发生了 孙中山先生曾经在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太平天国何以终归失败呢 最大的原因是他们一帮人到了南京之后 就护争皇帝 避起城来自相残杀 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帅 东王逼天王 天王就要北王杀东王 逼王又要杀北王 王杀王杀了个血流成河 这就是1856年天津城里发生的事 史称天津事变 其实这结论并不新鲜 只要学过历史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些许轮廓 但真正的细节在哪里 事件的最本质冲突又在哪里 恐怕很少有人能讲得清楚 在太平天国的竹王中 东王杨秀卿号称九千岁 天王洪秀全自然就是万岁 九千岁要当万岁 这事儿就不好办了 东王杨秀卿 原本只是广西紫荆山上的一名 普通烧炭工 大致不是几个 自从跟了洪秀全起义后 他便一跃成为了太平天国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 他是如何发家的呢 说来不可思议 这个拜当地教创立以后呢 洪秀全来自于这个汇雲上 在广东传教势力以后呢 就渗入到这个广西的散去 进行传教 1847年的时候呢 这个王作新 当地的一个地主头吧 就把佛云山给抓了 送到官府 佛云山被抓的时候呢 洪秀全在广州 没有在紫金山 拜当地教虽然由洪秀全创立 但实际上是靠佛云山发展的 所以佛云山被抓来以后呢 当时可以说是 拜当地教是群伦无死 出一片混乱 1847年的太平天国 尚在强保之中 冯云山被抓 若干较重 人心思动 就在此时 烧炭公杨秀卿力挽狂澜 他挽救太平天国的方式 是完全不可复制的 剑走偏锋 起行显招 那时候在广西这个民间 特别在这些穷困农民中间 非常相信这个富身的说法 就是死战的人 或者某一个仙人 会富在某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在他富身的时候 他就成了那个人了 就不是自己了 那么杨永庆就用这种 群众中这种迷信的一种 这个概念 所以他就忽然间腐身了 天赋 耶和华腐身了 腐身以后 他这样就来传言 传上帝的旨意 用这个办法 把退众团结起来 而等小的们听着 朕派四子洪秀全下凡 带你们迎见小天堂 这个时候呢 那就那个三千多 跟那个分 即将崩溃的 分本离析的那些非众啊 三千多啊 一下子马上大家就团结起来了 变成话呢 就这个 大家都信仰这个 这个杨永庆了 这下时候 他给传言就这个 就选出来了 当然杨永庆干 他是一个 目不识钉的一个人 据说认识几个字 但是 仍然是个文盲 但在这方面非常发达 他觉得 我要是当了上帝 以上帝的名义下凡 那么 洪秀全也在听我的 洪秀全说自己 是天父之子 杨秀卿 索性便说自己 就是天父本身 当洪秀全 从广州回来时 木已成舟 非常时期 要用非常手段 一朝是天父 便终身是天父 洪秀全 哑口无言了 那么洪秀全也是在当时 不得已非常时期 不得已而在这种 承认他们俩具有 在天父天兄下方传持的 这种特权 如果他不这样子做 他很难 在权力真空之中 很难对 白上帝要进行 全面的掌控 这也是一种 互相利用的 互相支持的一个过程 这是这种过程 最后形成了 拜上帝 叫内部的二元体制 这种二元体制呢 也导致了后来 发生内洪的 来下了伏辟 永安封王时 杨秀卿晋决东王 称九千岁 拥有节制诸王的权力 执掌军是最高指挥权 成为了太平天国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二号人物 这个杨秀卿呢 作为这个洪秀卿的 臣子 臣九尖水 应奋这个 卓服真军事动亡 总览朝杠 而杨秀卿本人呢 很有才杠 也有组织能力 所以呢 治国治军呢 这个军令严真 散发奋明 甚得民性 当时清朝方面 有的记载说 洪秀全没这个人 只是个 土偶木梗 是个胎 一胎 并不存在这个人 是个假的 所以就说明洪秀全呢 在实战中 在群众中 没有什么人见过他 也没有什么威望 反而是 大家都是 替杨秀卿的 在杨秀卿主政的 三年时间里 他充分 展露出了 天才的军事 政治财贷 与此同时 杨秀卿 也暴露出了 自己更多的 政治野心 据史料记载 从1848年 到1856年8月 杨秀卿 假托天赋下盘传言 共有25次以上 天王在宫里头 惩罚宫女 打得比较重吧 而且用脚踹兵飞 这事传给东王以后 东王就假借天赋下完 指责洪秀全 你这样做不对 而且要当场仗责洪秀全四十 就是一国之主 要有挨四十 这时候大家都跪着求啊 伟长辉他们说 我们替天王爱打 求天赋饶命 杨秀卿还是很愤怒 坚持一定要打 一定要打 这只洪秀全也没办法 只好完全趴在地上 就把屁股量出来 那就准备打了 准备接受到了 到这时候 就给杨秀卿说 既然你准备接受这一棍子了 就可以不打了 你想想 杨秀卿对洪秀全都可以这样 对其他人会怎么 亏一般 而知全报 天王府内的事情 杨秀卿都管得到 自然政治上的权力欲望 也相应的随之膨胀 定都天津五年后 东王杨秀卿 终于是否从九千岁 向万岁的步伐迈进了 有一次天后下班 洪秀卿去了 他问他 你现在大天下做天丸 谁的功劳最大 洪秀卿说 东王的功劳最大 他说东王的功劳最大 你打算怎么回报呢 你现在是万岁 他讲东王也是万岁 不仅仅东王是万岁 他的右东王也是万岁 子子生生都是万岁 天赋很满意 洪秀卿清清楚楚 这完全是你做的样子 你实际是要夺我的权 本来我就无权 我就是空心的 你是有十权的 现在我这空心的名位 都要给我剥夺了 当然 洪秀卿一忍再忍之后 终于忍无可忍 他一面采取 以退为进的缓兵之计 爽快答应了杨秀卿的要求 一面秘诏 正在江西作战的北王伟昌辉 在丹阳作战的顶天侯秦日刚 立即率步回京 天津城内 一时暗流涌动 危机舒服 洪秀卿本人性格非常的刚烈 而且他的环权主义思想 非常的严重 他不能够一再地忍受 洞王对他的这种轻狂和悟 所以由于洪秀卿和杨秀卿 这种矛盾的不断的发生 发展来自于计划 也使他们两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越来越精大 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的关系 没有得到很好的束缓 得到调节缓解 所以最后导致了这次内洪流血事件的发生 根据清军的资料记载 1856年9月初 正当清军和太平军的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 天津城外秦淮河通往长江的出口处 突然发生了一幕非常奇怪的现象 原本碧绿碧绿的江水 先是被染成了血红色 紧接着 有很多被捆绑的黄衣黄褂的尸体 顺河飘出 数不胜数令人震惊 江南大营中围攻天津的清军 随后断定 太平天国一定是发生了内洪 兄弟反目 手足相残 血流成河的内洪 终于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而制造这一惨案的罪魁祸首 首先呢 就是太平天国的六千岁 伟昌辉 伟昌辉出生于广西贵平县 金田村 1848年 他加入了拜上帝教 并很快成为了领导核心 一个围裳会呢 在这个 太平天国从今天起 一直到这个 丁渡天津 来自于到内洪发生之前 在太平天国内部呢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在丁渡天津以后呢 他一直出任 这个相当长时间 出任这个 天津陈访的这个 种植会的这么一个角色 另外呢 又都是进行西政 驴间战功 助长非常勇敢 也胜得这个 天王的这个 和杨秀卿的这个 这个战赏 然而 北昌辉的赫赫战功 在大权独揽的杨秀卿看来 只不过是天国著名将领的 诸多功绩之一 北昌辉的六千岁 根本就不在杨秀卿的眼里 他为了这个讨好这个杨秀卿呢 在他的这个哥哥和杨秀卿的这个接绣 在镇防这个过程中间呢 这个杨秀卿呢就叫他处理 他竟然把他的这个哥哥进行无麻分饰 用这种哭情来处理 病人啊 扬言呢 不支持 不注意惊忠 伟昌辉在忍受东盲的压制和羞辱的同时 自然一直在盘算机会 是杨秀卿此命 终于在1856年8月底 伟昌辉等来了洪秀全的秘证 天津事变主要是由天王洪秀全 授权秘证 伟昌辉和这个燕王齐秀人刚 返回天津 这个秘证下来以后呢 是具体的是由北王伟昌辉 他来指挥的这张船 这个伟昌辉得到这个天王的秘词之后呢 率领三千人 撑着两把手船 信也赶往来 赶往天津 秦志刚来 接到这个天王的秘词 也立马把前些的这个郡物交给了 陈玉成统下 信也赶回天津 要请郡策 百华和秦志刚 从前线返回天津 而城内的陈振勇 进入配合 官方把这个城门打开 也就是百华 跟这个围厂会 跟秦志刚 迅速地就在圣洁 救出城内 报复这个九重天子 然后呢 第二天一早 就天不亮 就冲进东欧府 见人有啥 东欧府人不少 但是都老弱妇孺 只有少数武装姐妹 结果呢 那抵抗的 绝望的抵抗 被杀了 据油管资料记载 那么当时 庆舍杀杨军 是请了 然后这个围厂会 在第二天 把杨军的头 对下来以后 就称之为大剑 送给这个 天王胡雄权 这个看 然后呢 也赤之为洞列 这个 这个选手失踪 然后进行了 一系列的宣传 多年来 始终对杨秀卿 隐忍不发的 伟昌辉 一招得势后 采取的是 斩草除根的方式 洪秀权原本 只让他杀东王一人 可杀红眼的 伟昌辉 不仅杀了 杨秀卿全家 甚至还杀了 杨秀卿的 诸多部下 而这些部下 多达两万余人 就做了一招 恶毒的招 就是说天王下招 说伟昌辉杀人太多 因此呢 要让伟昌辉受杖刑 要打他 而且呢 让东王这些 受气的兄弟们 你们来看 观星 开始他们不敢来 后来呢 做的跟真的似的 所以这些人呢 也就信了 当时在天王府前观星 就来了很多人看 依然到天王府门前了 你们把武装都交出来吧 是吧 这好像就是 到了中南海 你还不把枪交下来吗 是吧 你放心好了 到这地方 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就让他们交出了武器 而交出了武器 一旦开始 然后伏兵突然就出来 见人就看 血流成痛 仅此一个骗局 伟昌辉就诱杀在 天津的东王部下 各级文武官员 及其家属五千人 而东王手下的 忠诚部下 则奋起反击 双方展开血战 历时两个月 天津城内 一片苦荒 开始呢 他杀了一些人 是要处理自己的权威 而且呢 要减除东王党羽的亲信 而东王府的人 后来聚集起来 跟他对抗 他更看到东王的势力 这时候他认为 不彻底斩炒出根 他是做不完这江山的 所以最后呢 他就索性 一不做二不休 大杀开戒 这个人是个野心家 而伟长会 他在杀了洞王以后 在天津城内 就是无形无数 老子天涯敌 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根本不把 天王洪秀全 放在野里面 而且甚至采取 顾及的行动 危及到 天王洪秀全的安全 人人安全 天王府中的洪秀全 万万没有想到 刚刚除掉一个 想当万岁的杨秀清 现在又来了一个 杀人成瘾的伟长辉 天津城内 一时血流成河 人命如草芥 此时 正在湖北武昌都市的 翼王石打开 得知此事后 万分震惊 火速赶回了天津 他进城以后 一看 冷了 死了这么多人 好多他熟悉的 一些老革命 就是老太平军 都被杀了 这还得了啊 所以他亲自 找到伟长辉去理论 说当初说好 就杀东王兄弟二人 你怎么把这么多人 都杀了 就指责伟长辉 伟长辉呢 当时已经杀人杀红眼了 两人意义言不合 就吵了起来 吵了以后 实际上开始 冲出去就走了 当时也没人敢瞒 他倒是 当时呢 不往呢 蹲起磨骸之气 所以那一王十大开呢 得到这个讯息之后呢 就连夜 从一王府出来 就从这个 所谓的小栏门 但现在这个小栏门呢 现在没有 那么石榴阁的 寄的是一个小栏门 就从这个地方 从城那儿掉下去 用城那儿把它掉下去 从这个就逃往了 这个安清 十大开的连夜逃离 令杀红了眼的伟长辉 进入了一个癫狂的境界 一夜之间 就把一王全家杀了 不仅如此 为了搜寻石打开 伟长辉 甚至待人 试图闯入天王府 向红秀泉要人 这个时候 我们不得不说 北王伟长辉 已经快分不清 东南西北了 北王把一个 一王这个家属 全部协下伤害之后呢 他怀疑 这个 怀疑呢 这个一王呢 夺到了这个 天王府里面去 他到天王府去 兴命 这个兴之温追 你作为这个伟长辉 你是不具备这个权力的 他一旦他掌握权 他甚至连这个 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进而拍兵 报围这个天王府 要求天王把它叫出来 这不是 你对天王是 非常不准重的 伟长辉的这一举措 从一个侧面 已让我们得知 天王洪秀泉 对局势 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 最初只杀东王一人 变成了北王 在天津城内的 沙发游戏 天津之变 恍然间 从权力之争 已沦落为荒唐闹剧 十年二十五岁的 翼王石大开 自1847年加入太平军以来 和清军大小激战数百场 从未白继 清军都称他为实敢当 如此枭雄没死在敌人道下 倒被自己人从后面 来了个满门抄斩 逃离天津半个月之后 盛怒之下的石大开 率领大军 濒临天津城 你杀我全家 我自然要取你手机 事情发展到这里 天津事变的始作俑者 天王洪秀全 基本上已经插不上手了 权力之争 彻底沦为了个人意气之争 而激战中的清军 反倒成了抗坷 几十万太平军将士 成了打手 正在天津城内 杀得兴起的北王韦常辉 此时听说 石大开大军将至 惊恐之下 命运早已注定 还有谁能保他吗 天王洪秀全 殊不知 洪秀全此时也无能为力了 天津的内讧 散杀了将近两万名 太平天国的将士 所以是当时的南京城 是一片血腥啊 成为一个杀人的一个屠宰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满朝的一些文武 对这种事件 也是非常愤愤不平的 所以就觉得北王 这个伟章辉 做得太过犯了 所以就看到的 一王的这种呼吁呢 就对天王呢 说应该给天王 就给天王施加压力 一王大军将至 天津城内 人心黄黄 呼风唤雨了两个多月的 伟昌辉 此时的局面可谓重判亲历 一王既然扬言要清军策 洪秀全也就顺水推舟 索性来个丢足宝帅 在洪秀全下招 这个叫诸伟 说伟长会确实杀人太多了 那么杀了很多好人 所以他罪过大 要诸他 所以呢 一旦天王发出这个造纸 要求对抗拒这个北王的这种情 这种判斩作乱之外呢 很短的时间 极限时间 这个白王的军队就被 这个天王部署呢 就把他打败了 这是伟长会已经人心散尽的 支持伟长会的人很少 抓住之后呢 就交给了这个天王 天王就把他 以及他的这个参与叛乱的 这个几个国干 就这个 把他杀了以后呢 把这个白王的头啊 就送到了安会 给这个 一往石大开看 一往一看呢 就是石大开里 二十个围挡过里头 那么呢 威力一死吧 然后他就半死回头 1856年11月 洪秀全下令 处死了伟长辉 随后 石大开率大军 进入天津城 元气大伤的太平天国 转眼之间 迎来了挽救太平天国 唯一的希望 石大开 可备受惊吓的洪秀全 已经不能再容忍这种希望了 石大开回来 回到天津主政 整个的这种 这种天津的这种 河朝文物 都非常这种 与拥护石大开 因为石大开呢 这非常有 他有能力 他在 在治国 安民各方面 非常有他的办法 所以在石大开 讲这么治国的时候 文物百败呢 都非常爱听 应该说 那个时候要是 重振河山 那么洪秀全重用 说他开 那太平地国 还有重新 这个发展的机会 但是可惜 因为这个时候 互相之间的猜疑 这个时候 太平地国的内部 谁也不信任谁 从高层来说 洪秀全他觉得 他在上他的身边 他的这是家族 他的这是兄弟们 在给他净产业 所以他对石大开 本身越起了疑心 因为文昌会 杨绪新 他是他看到的 这个下场 互相之间 争取得力的残商 那我怎么保证 李石大开 对我也不这样呢 万一哪一天 像杨绪新这样呢 天津事变两个月后 洪秀全将大权分了两半 军权给了 新提拔上来的 李秀成等人 而政权 则分给了洪秀全的包凶 洪源发 洪源达 此时的洪秀全 已是金弓之鸟 想来想去 还是自己人靠得住 而正是当打之年的石大开 反而闲居天津 无所事事 一颗万众瞩目的政治心心 就这样被轻而易举的 晾在了一边 这个洪秀全成了金弓之鸟 先有东王 后有北王 这先有出了个翼王 现在翼王的权力 就是当年东王的权力 东王当时掌握 整个政权兵权 现在政权兵权 全在石大开手里头 而且他的威信 比当年杨守青还高 洪秀全非常害怕 洪秀全不放心石大开 因为石大开的势力太大 这么多人拥护着石大开 石大开又有勇有蒙 所以天王不放心 他感到很不舒服 就怕翼王重蹈覆辙 也走这个路 再加上他本身的家电压的思想 更正低估 废洪秀不得为王 他就分了自己两个 既无财情又没本事的 没有本事的自己的两个个个 一个叫暗王 一个父王 跟翼王同时组织 实际上就是切齿他 制走他 两个月前 全家被杀尽的石大开 濒临天津城下 想的是清君策 挽救天国与危难之计 可洪秀全 用伟参会的一颗人头 便轻而易举地将石大开 化之于无形之间 一枪报复的石大开 随即成为了洪氏兄弟 玩弄权术的工具 这两个王呢 无才无德 没有能力 他们在 这两个王在议论国家大事 在说到 底下谁都不爱听 可是一往石大开 在讲话的时候 下面都非常拥护 所以这两个王 包括洪秀全 也就是说 洪家天下的这些王 都非常的计核 害怕石大开 所以就采取了 排挤石大开的方法 从石大开来说 那里我这个没办法施展才华 没办法施展才干 那肯定这个救援是很神的 所以石大开为了避免这个 再次发生的这种 天国内部的这种内讧 那他只有 只有 只有他带兵出走 他不出走 那或者 他被 被天王 这些人 置之于死地 或者 再出现第二次天津事变 没有其他的选择 最重要的是 石大开一走 精锐部队 就是李秀成自述说 带走满朝好文武 都被带走了 是吧 这个是军事上 而更重要的 你叫什么吗 人心 人心散了 1857年6月2号 天津事变9个月后 无牵无挂的石大开 率领大军再度离开了天津城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自1856年9月2号 杨秀卿被杀 到石大开出走 整整9个月 伟昌辉杀了一半 石大开带走了另一半 偌大的天津城内 空空荡荡 这个天赋杀天凶 总归一场空啊 打打包裹回家转 还是当成功 跟你干什么 你们这败上的教破产了 教义破产了 这个信念的破产 那比军事的破产更可怕 所以这个堡垒嘛 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今天是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典型的 一个历史的一个安逸吧 天津之变 君臣内讧兄弟相残 太平天国赖以维系的败上帝教宗教权威体系 终于被天津事变的血腥屠杀撕下了面纱 太平军将领李秀成在字书中这样写的 太平天国在天津之变之后 人心改变正事不易 人各一心各有三意 而百姓们私底下说的更通俗 天父杀东王江山打不通 长矛非正主依旧让前锋 天津之变变得起因 即使终归还是天国领袖们 个人权威思想的恶性膨胀 在各位王爷们看来 革命前途远不及他们个人私欲来得要紧 于是乎你争我夺兄弟相拼 全然忘记了起义之处的兄弟之情 革命之意 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时代曾经坦率地指出 在革命党人中间 还有不少人存在着皇帝思想 革命事业的心腹之患 不在于敌人的强大 而在自己人中 还有人没有画出封建意识皇帝思想 大家不能画出封建意识皇帝思想 即使革命成功了 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 打倒了旧皇帝 又来个新皇帝 换汤不换药 什么社会的进步 国家的富强 人民的幸福 都是实现不了的